不過正好為什麼睡不著 其實你這不是一件事情而已 你必須從 這個他跟陳永康兩個人的質詢對答 你就可以聽得出來 一直到最後他說他睡不著 急心吊載 最後他還講了一句 就改變第一級的作戰 然後最後他講什麼 責任我來負 我想說這一連串代表一個含義 其實這是整件一串的事情 第一個他把接戰規定跟陳永康兩個 我覺得他們兩個可能 已經做求講好了 那在不好 當國防部長你當然不能說 要內瓷外張 你不能再公開的跟大家講說 我們台灣要打仗了 那大家人心惶惶 股市大跌大家都跑掉了 所以他藉著這個對答之中 那中間你要聽得懂 他們兩個在講什麼 他們兩個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來我們戰備規定 SOP的要改成ROE的一個接戰規定 什麼叫接戰規定 大家模糊聽不懂 我跟大家解釋 我用個最簡單的方式解釋 接戰規定就是說 以前我們戰備規定是狀況 狀況四狀況五的時候是平常戰備 狀況三的時候 敵人那邊有開始 向東南洋海地方集結的時候 我們這邊開始部隊管制休假 然後狀況二的時候 我們開始動員 狀況一的時候進入陣地 然後對方開始船團開始渡海 以前是這種程序叫SOP 叫做戰備規定 現在來講的話 他改成ROE是國際的 叫接戰規定 那就不一樣了 接戰規定是什麼意思 舉例來講我有一個比較具體的 我們不要在這名詞上面繞來繞去 就如果說像共機現在 如果說是他過來的話 在中線以西 我們的雷達要開什麼樣的雷達 來搜索 譬如說我不要讓人家 反輻射飛彈來攻擊我 我只是監控而已 海峽以西 但是一旦過了海峽中線的話 我們的接戰規定就必須要把照明雷達打開來 就開始要鎖定你 甚至於說讓你這架飛機上面的飛行員 嗶嗶嗶嗶 那個飛彈會在那邊想 就是說你已經被我鎖定了 是不是有這個規定 那你當然 當你到達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不帶命令 我就直接飛彈就打上去把你擊落了 這叫做接戰規定 在什麼時候我做什麼動作 在什麼時候我做什麼動作 然後這叫做接戰程序跟接戰規定 今天來講國王部長講的是這個話 那講這個話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說誰要來按這個鈕 如果飛彈要發射誰來按這個鈕 他能賦予第一線指揮官來按這個鈕 這個鈕一按下去的話 其實責任是很重的 你會不會違反國際戰爭法